如果您長期有在追蹤我們的疫情消息 其實我們有替您整理過 並不是說你已經確診過 就代表你吃了無敵星星 再也不會確診 果不如其然 今天呢就有醫師要跟我們分享 二次確診的病患 今天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 北榮兒童感染科的主任 洪妙秋主任加入到我們新聞現場主任 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主任我們就開門見三直接問 這個二次確診個案 他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二次確診的個案 其實是一個 就是小朋友的家長 那這個個案的話 是在四月底的時候 有被確診過 那在五月中下旬的時候 又開始有了症狀 那他會過來我們這邊 求診的原因是帶著小孩 因為小孩子是快篩陽性 那快篩陽性之後呢 因為這個家長他本身 也有症狀 有咳嗽喉嚨痛 然後肌肉痠痛的症狀 所以家長也快篩 快篩也是很明顯的陽性 那所以我們後來有做PCR 在做一進一步的確認 那確定說 是一個再次狡然的情形 是 好那其實最近這兩天社群媒體上面討論的 也就是小朋友的染疫狀況 那像剛剛這樣討論到的 二次感染狀況 是也有可能會發生在小朋友的身上的嗎 學理上來講 當然這是有可能的 主要是因為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 新冠病毒感染之後產生的胖體 可能沒有辦法有效的保護你 從此不再感染新冠病毒 所以重複感染是有可能在發生的 是 那其實家長很擔心的 不管一次感染 或是二次感染 因為最近很多媒體都有報導 小朋友如果確診之後 很擔心會有腦炎的發生 那到底為什麼腦炎這麼可怕 而且他的後遺症是什麼呢 主任 其實腦炎 顧名思義 就是腦部有發炎 所以腦炎之後 就是他的後遺症 根據他傷害腦部的物質 有相對的影響 比如說他可能影響到 視力或他的腦力 那比較嚴重一點的 就會影響到 活動的功能 認知的功能 所謂認知的功能 可能會影響到他的 智力 記憶力 這些 那嚴重的狀況下 有可能他就是長期的臥床 所以會變成 就是一個一輩子的影響 是 了解 好 那當然 後遺症是確診之後 才會有後遺症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 他連確診都還先不要 那如果說在前端這邊 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第一個 你可能戴好口罩 平常的防疫措施 消消毒這些 你必須要做好 另外就是疫苗 那現在其實兒童疫苗 都已經開打了 我們就假定 大家都已經打了第一劑 那接下來 我們需不需要縮短 孩童的第二劑 間隔時間 來增強我們的保護力呢 如果小朋友已經感染的話 一般是建議三個月之後 再打疫苗 那如果為了要增產小朋友的抵抗力 縮短第一劑跟第二劑之間的時間 我想這個必要性是需要再討論的 其實莫德納的話 小朋友6到11歲 是接種50微克 他是劑量的半量 那兩劑之間是要隔12週 那是我們的那個疫苗諮詢小組 所做的一個最後的決定這樣子 那BNT部分 目前指揮中心還沒有公告說 第二劑什麼時候要施打 不過我想就是如果在這個 已經BNT進來台灣 開始可以施打的時候 就是呼籲各個家長 還是儘快帶小朋友去接種疫苗 那也順便就是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有接到就是說 我們北榮的醫護呢會進入這個中正紀念堂 為5到11歲的小朋友做這個接種的動作 最快在6月初就會開始了 那請各位家長們 就留意那個網路上的訊息 好 非常謝謝主任 今天加入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如果小朋友真的還沒有打第一劑的話 請切記6月初這個時間點 趕快先幫小朋友打第一劑疫苗 第二劑在真的可以開始打之前 我們也趕快先做好防疫 非常謝謝主任 今天加入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謝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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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cre閲 們